歡迎收看新聞英語解析 大家好 非常高興又到我們新聞英語解析的時間了 那麼這個時間呢 最主要是爭取於國內外重要新聞 來加以分析剖析 特別是國內大家所關注的焦點議題 那麼從英文這個角度 一方面呢 可以提升我們的英文實力 再方面也更能增加 掌握整個國內外重要局勢 好的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那麼今天的新聞英語的解析的這個標題 Weather to change Monday 台風 may form and approach Taiwan over 2010's holiday 看到這個讓我們憂心忡忡 因為呢天氣呢 我們來看一下 Weather to change 天氣呢即將改變了 那麼當然我們也知道 那麼從這個整個 包含這個我們 上次的這個中秋連假 一直到現在呢 整個天氣是非常穩定的狀態 當然除了天氣比較熱之外 其他整個狀況都非常良好 是屬於一個晴朗的天氣 但是 那麼這個新聞說到 這天氣呢即將改變 從Monday禮拜一 也就是從今天開始 今天開始 那麼台風居然 台風又來了 如果大家印象深刻的話 在我們這個 中秋連假之前 就來一個 參數台風 那麼這個台風 這個弄到整個可以說是 大家這個心情不是很好 尤其是一直下 那特別是 尤其是很多同學 本來期待這個 這個參數台風 可以把這個 彈性放假這個補價 補課剛好 剛好因為台風而放假 結果沒有 他還是 剛好還沒到 結果禮拜天整個 禮拜天是 都是下雨 整個周末那時候是泡湯 好 所以那麼 當然也幸好 後來這個中秋連假天氣 就開始 非常的晴朗 但是現在又來了 我們看一下 那麼台風 可能會形成 form 形成動詞 而且 approach approach 這個字有兩個意思 第一個 當動詞 叫做接近 會接近 那麼名詞 它叫做方法 或我們叫做一種 途徑 方法或者途徑 方法途徑 好 那麼就是說 它可能會形成 而且呢 approach 這個地方就是等於 come near 靠近 糟糕 台灣 當然這邊還有一個字 叫沒可能性而已 只是可能性呢 就要看這幾天 會不會加大呢 這個就是變成這樣 可能over 偶爾就是這什麼什麼期間 during 在整個double tanned holiday 雙十國慶假期 這段期間 可能又接見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當然是很麻煩 因為我們知道這次 國慶的這個 假期呢 這個包含很多的煙火 或者外 外賓要到我們這個 這個 台灣來 以及很多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 這邊的總統 或者是官員 或者是什麼 也都會這個 發表這個 國慶的這個 這個 這個演講等等 那一連串的活動 會不會因為這個 颱風而死的整個 這個非常造成麻煩 好 那麼這個就是所謂的 Harday 這個節慶 這個這個這個日期 那麼在2021年 2021年 那麼 10th 這個 December 這個October October 3rd 這麼在October 10月3號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整個情況是怎麼樣 The weather 這個天氣 has been mostly Mostly fair over the weekend 好 那麼這個天氣呢 has been 用完成式 從過去到現在 那麼已經 最非常 Mostly 非常 這個大部分 大部分都處於 處於什麼 這個fair 這個fair 大概是一個形容詞 那麼fair 我們以前學過 公平的對不對 公平公正 那麼 但是這個地方呢 是指非常的晴朗的意思 指天氣來講 晴朗 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氣 那麼這個天氣呢 一直以來都 Mostly 大部分非常晴朗 Over the weekend 在這個整個週末期間呢 就是 像昨天 啊 這個禮拜天跟禮拜六 也非常的好 非常晴朗 But starting Start Start 動詞啟動 當然加了ing 變成一個行動詞的修飾後面的名詞 那麼自從什麼時候 明天開始 那這個 這個因為這個新聞呢 是這個 3號也就是從昨天的 那麼說 但是從明天 他從明天就是從今天了 就禁天了 禮拜一 那麼starting tomorrow 從明天開始 也就從禮拜一開始 think 整個事情呢 這個是這個地方是主詞 因為他這個but有一個連接詞 那麼整個事情呢 將會開始begin to change 開始呢 有了一個轉變 轉變從這個天氣 非常fair 非常的fine的這個天氣呢 會變成一個怎麼樣呢 那麼 當然就是有可能會有一個台風 好 那麼 而是這個而是有很多意思 但因為 因為呢 如同呢 等等 或者我們叫做隨著啦 隨著 或者我們叫因為 那麼 隨著或者因為 隨著這個easter eastering easter 這個我們叫做東邊eastering 叫做 這是一個形容詞 叫做東 東的 東邊的 或者向東的 往東方 向東的 那麼當然副詞 他也可以當副詞 叫向東 向東 eastering 這個隨著是 往這個東 wind 叫東風 東風 Gradually 這個字當然是一個副詞 副詞 那麼這個Gradually 也就是我們講的 step by step 一步接著一步 step by step step by step 一步一步的 逐漸逐漸 thr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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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字呢 所謂的名詞 叫做力量 力量 強 力量 那這個地方加了en 就變成動詞了 叫做增強 逐步逐步的增強 糟糕 這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說這個希望 這個能夠這個 閃過去或是沒有 我們就希望是這樣 那這次逐步逐步的 隨著東風逐步的增強 brief brief 這個我們叫做 行動詞 簡 簡要的 把它做一個簡化 brief 這個是我記得好像大學考過 大學的學生考過好像第一題 就考了一個brief這個單字 brief 但名詞叫做什麼 現在很多人 很多的上班族 或者是一些大學生 必須做這個簡報 要做簡報 上台報告 簡報 brief 好 那麼所以說 簡單 簡要這個shower 這個shower是 正語 正語 那麼就是短暫的 短暫的brief 這個簡要就是很短 短暫的正語 這個叫 短暫的正語 shower 非常短暫的正語 那麼主經人講 那短暫正語 可能呢 experty 會被預期 會預期就是 這可能會來臨 會來臨 expect 這個expect 它的用法是 期盼的意思 期盼某人去做什麼 叫做 expec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期望 期盼 期望 好 那這個地方被期望 可能會被期望就是 可能會來 可能會出現 all the way 這個all the way 就整個 沿著什麼 就是一路一路這樣下來 all the way 從哪邊一路下來 從那個nose coast 就是所謂的 台灣的北岸 coast 是岸 沿岸 那麼 the north coast 就北岸 那北岸呢 就所謂的 基隆 從基隆北岸呢 那麼 down to 往下延伸到 這個 East coast 東岸 and 橫村 哇 一道南岸 橫村 這個 Penis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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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所謂的Penisler 它是一個名詞喔 它只不過P把它變成一個專有名詞 但是其實呢 它這個是名詞 Penis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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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半島 Penisler 這個是呢 一般來講 它是一個小血 那這個地方把它變成一個專有名詞 叫做 橫村Penisler 就是 橫村半島 就從北邊的這個基隆 一直往 往下延伸到 這個 在這個 東萬 以及呢 橫村半島 這整個一排下來 那麼受到這個 所謂的 東風逐漸增強的影響 那麼on Tuesday 在禮拜二 就是明天 以及呢 後天 Wednesday 禮拜三 那麼有一個low pressure 這個糟糕 這個就是哈 因為我們知道那種 如果處於高壓的話 Hot 就像現在比較穩定的狀態 如果低壓就開始 低壓在配合什麼東西呢 我們看一下 這個low pressure 以及呢 Thermo Thermo是一個形容詞 叫熱的 很熱的 悶熱的 Thermo Turbulence 對非常恐怖的 這是一個 名詞叫擾動 擾動 擾動 擾動就是不安定的 在那邊 動 那熱的 熱擾動 擾動 這個擾 打擾的擾 那麼熱擾動 那熱擾動 如果它這個不斷的持續 就會變成一個氣旋 這氣旋越來越大 就會形成颱風 所以它有兩個 這個助長颱風的要件 一個是所謂的 Low Pressure 以及呢 Thermo Turbulence 熱擾動 以及這個 低壓 這兩個呢 不斷的翻滾 一直弄 變成一個很大的氣旋 颱風就出來了 很麻煩 那麼 WELFALL 將會形成 Over 那這個你發覺到 今年颱風很多 這個其實呢 這個就是一個地球的一個 溫室效應 這怎麼講 都還是要歸納於這個 人類不斷的製造污染 所以你看颱風這樣一直出來了 現在已經 應該十月了喔 那到時候十一月十二月又有颱風了 這很可怕 而且那個熱是一直延長 夏天越來越延長 夏天延長 那個整個氣候就不穩定狀態 夏天非常延長 延長的話就有颱風啊 什麼 暴雨好雨啊 這個就很麻煩 所以呢 那麼它就將會形成呢 在什麼期間呢 在這個什麼 這個Over Over 這個是經過 經過整個熱導動的 Over 涵蓋經過 經過整個South China Sea 就是南中國海南海 那麼結果呢 Tropical Tropical 形容詞叫熱帶 熱帶Tropical Stone 熱帶風暴 那其實熱帶風暴 就等於是颱風了 颱風了 颱風了 Tropical 熱帶的風暴呢 就是颱風可能 likely 非常有可能 manlikely 可能有可能的 這個 強化 manlikely take shape 有非常可能的可能性呢 它會怎麼樣 take shape 是一個片語叫形成 就是form 形成 而且 approved 逼近 這個 逼近當中 Taiwan sometime 這個 某一個時間點 sometime 某一個時間點 over 就是說它可能會在 未來的幾天 那個某一個時段 當然 因為颱風來得快 去得也快了 我記得上次 忏述 甚至浩大 然後 插邊球一下過去了 插邊球 所以在這個某一個點 當然最怕就是 剛好在 雙十國慶當天 有很多外賓來 然後 這邊 我們這個政府又開始 主辦很多活動 結果 麻煩 特別是我們高雄 上次我們有報告 有在這個新聞裡面提到 20年來第一次這個煙火 那你如果颱風來的話 這怎麼麻煩 颱風來你是不是臨時又要 整個取消 那現在多少人在 為了這件事情在鋪排在工作 所以這個 真的現在希望老天保佑 能夠順順地 把這個國家的生日慶典辦好 現在這個真的沒辦法 這個是 颱風是沒 任何人都沒有辦法 這個預料它的這個整個 沒有辦法控制 很麻煩 所以呢 這個呢 這個這陣時間 在這個整個什麼期間呢 這個Double Ten 這個整個 雙十國間 那也就是3 day 3天的 Long Weekend 就三天的長假 當然這個我們說過 雖然是假期 因為剛好 期中考到了 這個整個 往後 當然有很多同學 就希望說 看能不能這個颱風 剛好就往後逼 逼到這個 這個月考 但是也不要這樣想 因為你整個如果 月考 那天颱風來不能考 它整個延後的話 那後面還是要考 而且會壓縮到期中考 第二次月考 因為 通常第二次月考都很趕 很趕 特別是這次 國三還有一個畢旅 畢業旅行 那這個畢業旅行 如果這個 這個期中考又往後的話 那這個麻煩 這麻煩 所以說這個 那希望說一切都能夠 正常的運行是最好 最好 好 Despite Despite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介系詞 那麼它等於雖然儘管 也就是所謂的low 但是low oh low low 但是low oh low 它只能放指句 那麼despite 才可以放名詞 就是儘管 那favorable favorable 是一個形容詞 叫有利的 對什麼什麼 有利的 那當然這個字呢 我們知道favor 是從這個favor 這個字變成 這個favor這個字 那麼名詞 就是所謂的 幫助的意思 幫助就是我們講的 名詞就是 像我們說 Do me a favor 幫我一下 help 那如果是動詞的話 叫支持 I favor your plan 我支持你的計畫 所以那favorable 是有利的 有對什麼 有幫助的 那麼condition 就是狀況 那麼對颱風 來形成 不過the CWB CW就是什麼 Central Central Weather 做中央氣象局呢 say 他說的 there are 那麼有 仍然有很多的variable 好險 他還講這句話出來 那麼這個字呢 就是所謂的 形容詞 就是有很多的變化 不確定 有很多變化 那因為它是從這個vary 當然這個字要寫好 因為是有一個是V-E-R-Y V-R-Y是very beautiful 非常 那這個vari 當然它發音都是一樣 都是vari 但是這個vari 就等於這個differ 不同的 具有變化 這個動詞呢 vari是指 當這個V-A-R-Y 是動詞 叫做變化 變化 那麼variable variables 那麼有很多的這個 變化 Sorry 這個字是名詞 variables 是名詞 剛剛寫錯了 這個是名詞 有很多的變化 variables 那麼在這個怎麼樣呢 at play at play 就是在起作用 起作用 因為我們叫play就是播放 這個at play 就是還在作用當中 結果不確定 仍然有很多的這個variables at play 在變化 那麼在什麼時候呢 in the 10 days forecast 在這10天的forecast 這個我們有講過 forecast 就是所謂的 預測 預測 這個在這10天的這個預測 因為forecaster 加1 就變成那個播報員 播報員 所以在這10天的模擬預測呢 依然還是有變化 所以不能說 完全的篤定說 這個台風一定會到 這還好 當然我們也是要對這個 這個事情也不得不注意 尤其是如果甚至落在這個 萬一這個 要有很多的這個應變措施 他是不是整個說 從國境大典 從外而移到內 或怎麼樣的活動 要做什麼樣的調整 這個馬上這個 也是要列入一個變數裡面 很麻煩 所以一位 他將持續的去怎麼樣 這個monitor monitor 這個動詞叫監視 監視 或者監督 監視或監督 那麼就有點像我們講 oversee 在上面看的 或者supervise 好 那麼名詞呢 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電腦的螢幕 螢幕 那麼或者我們所謂的顯示器 電腦的顯示器 顯示器 也叫monitor 或者我們當然也可以叫做監視器 所以很多人就調監視器 這個monitor 就是電腦上的顯示器 monitor monitor 或者monitor 持續去監控 當然這邊當動詞了監控 監控 to deter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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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所謂的決定 determine 那麼這個字呢 那麼常用在寫作裡面 它有一個句型叫做be determined determine 這邊還要放ed 變成一個 類似於這個所謂的 形容詞的狀態 就是determine to 加上圓形 determine to 比如說 I am determined to start it hard 我下定決心要好好用功 就等於decide to decide to 加上圓形 這都一樣 determine to 或者decide to 那麼這個地方說 它也可以叫做 所謂的 在法院裡面叫做 判決 判定 決定 決定 叫determine determine determine if 是否 就是到底這個颱風 究竟會不會 不解 以及做會的話是何時 這個時間點要抓出來 那麼 tropical storm form 會形成 就何時 以及呢 是否會形成 所以說這個真的是一個 這個 本來大家喜之之的 非常高興 這個整個國慶的大典要是來臨的 又來了一個小插曲 一個插曲 這個一個變數 那當然不管怎麼樣 這個政府我相信應該對這個 氣象會有所了 理解應該整個應變出事 也現在正在眼裡當中 當然我們最後還是希望整個 天氣呢 能夠保佑 能夠不要把這個 颱風又弄進來 希望能夠快快樂樂 一個整個非常 歡天喜 在過這個 國慶日 那麼當然也希望 這個整個活動 也辦得非常順利 好的 那麼我們今天的新聞 英語就解析到此 那麼如果整個內容 還有對您覺得有幫助的話 別忘了訂閱按讚分享 並隨時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以及收到我們最新最新的新影片訊息 期待下次新聞英語見面 謝謝